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糖 恭喜各位 2.8即将开放 涨草期终于要结束了 废话不多说 本期视频APP我就来帮大家复盘一下2.8的全部内容吧 先来看卡池 第一期为万叶可立 第二期为肖宫 其中新的四星角色 陆野院屏葬将在第一期卡池跟着万叶可立走 是的 大家心心念念的叶天帝终于在时隔一年之后迎来了复刻 希望这次各位不要再听信网上的各种谈言了 不要再错过它了 同时呢 伴随着本次万叶的复刻 它的传说任务也终于出来了 四星新角色陆野院屏葬也会有着自己的邀约任务 这些任务都可以帮助大家更进一步的了解自己喜欢的角色 各位千万不要忘了做啊 还有就是在本次的2.8版本当中 我们将会迎来两款全新的皮肤 一个卢老爷 一个黄女 黄女的皮肤和以前一样 参与版本活动即可免费获得 而狄鲁克的皮肤则需要花费创世结晶来进行购买 那么接下来就是新地图的开放了 大家心心念念的夏日海岛终于回来了 在2.8版本期间 万叶 莫娜 菲谢尔和新燕将和我们在海岛进行全新的冒险 届时会有着各种各样的现实秘境供大家体验 尤其是1.6后面入坑的新玩家 这次可要好好体验一下夏日海岛的乐趣哦 最后呢 当然少不了新活动和新福利了 版本大型主题活动 远海时下有季 这个活动里面不光有皇冠 含有2.8白颂的四星角色菲谢尔一枚 除此以外 含有四个水版本的小活动 它们分别是追响练形 幻生流行 残向暗战 横动泄化 其中 幻生流行里面除了原石 还包括了菲谢尔的白嫖皮肤 我的白痴 我的白痴 变态 除了以上内容呢 游戏外原神韩江和必胜客 在8月份进行新一轮的联动 具体的联动细节套餐定价 是否包含游戏道具等等 目前还未知 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官方的消息 OK 那么2.8的所有内容就是这么多了 总体上来说 版本内容还算充实 但是别忘了 这只能算是正餐前的开胃小菜 在下个版本 我们将正式进入3.0 虚米草之国 不管是新地图 新角色 还是新玩法 届时都将会迎来一波大的更新 敬请期待 那么本期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 Respect Where is my beautiful sister 猛男需要你的关注